还要烤玉米吗 今天的都没了 园林斗六这间烤玉米店 才刚开卖就完售了 顾客扑空买不到超级失望 不一定会有 不要碰运气 老板娘无奈的说 不是她生意太好 而是她根本没有玉米可以卖 当天进货量也才20根 一下子就卖光 之前台风的关系 所以很多玉米现在都要重新再种 然后发芽的速度比较慢 然后这几天又一直下雨 所以其他的玉米不一定会有 老板娘解释 7月底凯米台风侵袭 云林种植玉米的农田几乎全泡水 而全台一半的玉米都来自云林 另外一半来自嘉义台南 产地都出现了严重的农损 玉米产量急速下降 从原本一斤30元涨价到一斤 要价50元 但她无奈的说价格贵就算了 重点是现在产量少根本买不到 幸好老板娘又卖其他的品项 能够维持生意 她说只能够等到10月 也就是下一次玉米的采收期 才有办法稳定货量 没办法在玉米缺货的时候 乘客去 另外一间专卖烤玉米的店家 则是直接摆出公告 跟顾客坦白 没玉米卖改卖新包固 业者说烤玉米专用机器 没有办法烤太软的食物 他在考量下觉得杏包固的大小 软硬度最刚好 为了因应这一波玉米的灾情 也只能够暂时改当烤杏包固的老板 而中秋节将近就在下一个月 民众烤肉恐怕想买玉米 也是一根难求 TVBS新闻装从米料反映 云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